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20日发表文章称 美国面临着深陷,反华红色恐慌的风险 文章称,最近,在白宫前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的帮助下 已经长期停止活动的应对当前危险委员会重获新声 警告要注意中国的威胁 文章称,从白宫到国会乃至联邦政府机构 美国政府上上下下,普遍恐惧中国北京的崛起被美国一些人视为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以及美国在21世纪生死攸关的挑战 美国政府宣称必须采取打击措施保护美国 然而,文章指出,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府在煽动所谓新的红色恐慌 激起美国对中国相关的学生、科研人员和公司的歧视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斯科特·肯尼迪说 我担心有人会说 由于这种恐惧,任何政策都情有可原 文章称,由于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工会领袖、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及其他人士纷纷说 中国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强力回击 反华情绪迅速蔓延,怀疑论已渗入中美交往的方方面面 关于美国能够或应当作何反应,却先有共识 文章认为,美国领导人现在面临抉择,究竟是继续保持接触,还是分道扬镳 选择前一条路,可能置美国处于经济和安全威胁之中 选择后一条路,可能削弱双方经济,甚至有朝一日可能导致战争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舒利说 美国面临着深陷,反华红色恐慌的风险,赶走华裔人才 并有可能毁掉两国间仅存的善意 他说,我们以前犯过这种错误,是在冷战时期 我认为我们不应再犯 文章称,在美中国人和美籍华人说他们感受到了寒蝉效应 有些人怀疑自己在晋升和补助方面受到排挤 接触政策的支持者被斥为辩解者,甚至是背叛者 麦格玩具公司总裁,著名华人组织百人会,成员胡泽群说 美籍华人觉得自己成了打击对象,确实很受伤害 美国高等院校联合会,负责政策事务的副主席托比史密斯说 美国高等院校依靠开放和获取世界各地的人才与科学,才得以繁荣发展 包括中国 他说,对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 当年对苏联的担忧,主要是军事方面的 现在是担心经济竞争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